好 接下来我们来到在路基施工中的最后一个专题 这里面我们整合了一些不良土之处理 包括关于不良水的一些控制情况 那第一件事咱们需要对于工程用途去做基本的分类 还有它的性能做了解 这个考点一般就是在考选择体 而第二个不良土之路基处理的方法需要大家作为重点 这个是可能会进到案例里面的 由我们去描述出现了不良土 让你来匹配一些处理方法 或者是挑选出它所给处理方法的不妥之处 那最后一个水对城镇道路的危害 我们从之前的考试经验来看 这个也是出选择体的概率更高 因为咱们之前从来没有考过关于排水防水措施 但在这给大家补一些结构图进去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考点 就是关于用途分类还有相应的性能参数 那首先我们第一个是来看一下图怎么划分 那给出你不同的分类方式 第一个是按照工程分类标准去做划分的 那我们在分类标准里面可以按照它的颗粒大小 相应的指标 那以及坚实系数 这种东西做一个分类 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颗粒 颗粒这个点的话 咱们前面其实讲材料的时候碰到过一次 我们直接给了范围了 当时咱们提到的是我们选的材料应该是0.075到60之间 对吧 好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颗粒组成是什么样的 从细到粗 那也就是从粘一直到我们最后的这个飘时类型 那咱们所要求的0.075到60之间是这个范围 换句话说我们在正常去做填柱使用的时候 倾向于用沙类或者是粒石类 对于非常细的土它的含量是要得到有效的控制的 对吧 如果是特别粗的 这个是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周边的压实效果 所以也不推荐去做使用 好 那么这是我们要求的实际用途的范围 那你会发现这个颗粒也是起到一定决定中的 我们前面说过你在选土的时候 必要的时候要做颗粒分析 对吧 好 那这个你做一个了解 然后紧跟着是它的塑性指标 塑性指标我们是含有三个内容 液线 塑性 这个是两个界线含水量 以及塑性指数 好 这三个我们叫做塑性指标 什么叫塑性 就是它的变形情况 一个结构体比如说这么大 我给它一定外力一压 它会产生一定的变形 塑性指标反映的是变形的情况 而这两个界线含水 就是从不同的变形状态做过渡 是以哪个含水量作为标准的 好 一定要注意 塑性指标是它们三个 那因为我们后面教材中 还给了一个叶形指数 那个不是作为塑性指标范围的 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往后面看 第二个判定标准 是按照土的坚实系数 那换成白话来说 就是这个土到底硬不硬 坚实系数 这个表格我们整个考的概率 相对偏低了 那只要求大家去把这个土的过度弄清楚 从一类土到五类土 那我们所给的这个土的状态是慢慢的变硬 逐渐的变硬 那紧跟着这个坚实系数 建议你去读两遍 那如果说它考的话 也就冲洗量进选择题 考到你一分 也就是这样了 那从0.5到0.6 然后逐渐往上过渡 那以及我们在所包含的土类型里面 建议大家把比较常用的土类型去圈化一下 看看是属于哪个类别就行了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粉质年田土都经常出现 但是这个土我们会发现底下也有 比如说你看我们在三类土里面 给出了软极中等密实年土 重粉质年土 或者是给出含有卵石类型的粉质年 相当于在它的基础上 我们里面有一些粗粒性的东西的 自然承载就做的上升 所以它虽然可能是同类核心土 但是会有一些条件的变化 那像我们在底下四类土里面 这个就进到了沙利兼土 直接给出了坚硬密实的粘性 对吧 这个判定特征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我们逐渐就会发现土质在慢慢变好 好这个表格留给大家课下去做阅读就行了 跟书上的分段落文字是一一对应的 那考的概率相对偏低 看自己的复习情况 着情来看它 那么从第二个标题开始 我们就要进到性能参数 性能参数的话 首先给了你三个大括号 第一个是看土的工程性质 第二个是看它的性能参数 那以及我们后面还有它的强度性质 我们先看第一个工程性质 工程性质的话 可以先给你划分一下 土是具有三项性的 那么这三项性我们指的是 整体一定体积的土中 一定量的土中 它含有起到核心占大部分的固体土颗粒 里面还加有很多的空隙和水 水就是液项 空隙就是气项 所以我们所说的一定量的土 都是三项去构成的 好 那么这三项 它们各自都会占有一定的质量和体积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的质量分在左边 体积分在右边 那大的体积 就是人家给你的一定量的土 这么多土 那其中土颗粒的体积就是用VS来表示 水的话就是VW 气就是VA 而到了质量这 气体质量可以等同于零 所以整个大的质量M 也就是固体土颗粒MS 再加上MW水的质量 这是我们所说的三项性 以及各自的字母匹配 为什么把字母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到后面性能参数中 是跟字母有联系的 那这个性能参数 建议大家把每个公式怎么算出来 需要简单记一下 但是其中有一些概念 我们会发现很容易混 你把混的对应做区分 比较难记的重点去记就行了 首先我们这里面把它分成 第一个核心小组 就是孔悉笔和孔悉率 这是最容易混的 我们用E来表示孔悉笔 然后用这个N来表示孔悉率 好什么叫做笔 什么叫做率 笔指的是这二者 它们比较一下大小关系 对吧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笔子是啥呀 是气体的体积 也就是孔悉体积 和土颗粒的体积 它是看我们气体体积这么大量 跟土颗粒比 它们之间的大小是什么样的状态 而什么叫率呀 率指的是这个东西 占总量是多少 对吧 这叫做率 好 那我们这里面比的是孔悉的体积 比总体的 也就是你这个缝 在整个这么多量的图里面 占了多少比例 一个是比 一个是率 率指的是占总体的 而比是跟图和粒比 所以这两个你先对比区分清楚 那我们可能出现的不太好理解 就是这个比了 率大家应该一下能想到 就是比总体体积就可以 那既然是孔悉 你上面全都是空气的吧 对吧 好 那我们再看上面的 含水量这里面 我们指的是液体质量 比上固体土颗粒质量 这个是可能会混的 因为咱们很多学员 直接比了总体质量的 这个一定要小心 含水 当然是用水去比 那么水的质量 它是比固体颗粒的 那到了天然密度 这个就很简单了 我们正常密度 大家都知道怎么算 就是M比V Rodon M比V 所以这个可以直接划掉 好 也就是在整个的 所给性能参数中 这个比较要弄清楚 什么是比 什么是率 然后以及上面的含水 它比的是谁 这个你给它区分清楚就可以了 那防止我们可能在选择题里面 给你调换一下字母 偷换一下概念 好 那我们再紧跟着看下一个 那这块我们书上是 接着上面的性能参数 给你往下又列了一些 我们接着来看 那刚才咱们不是说有塑性指数吗 对吧 塑性指数是三个东西 好 它们三个叫塑性指数 其中塑线和液线 它只带的是界线含水 好 什么界线 塑线是从可塑 转为半固体状态的界线含水量 就这个图 我们不是有一定的含水情况吗 你的水越多 它越容易发生塑性变形呀 你的水越少 它越不容易发生变形 它越硬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在两个状态之间的转换了 而液线是从可塑 转成流体状态的界线含水 也就相当于我们液线值在这 水量比它再大 就变成流体状态了 水量比它小 这个东西就是可塑状态 而在塑线这个含水量上面站着 比它大就进到了可塑状态 比它小就不可塑了 也就是我们说的半固体 好 那么把这两个值带到上面的含水量整体轴里面去做表示的话 这两个点就是塑线和液线 当你的含水量比塑线小的时候 在这个区间我们叫做半固体 半固体 也就是这个时候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变形的 而含水量比这个值大 是不是在这个区间了 含水量在这个范围 那么它是可塑状态 好 可塑状态水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到了液线这儿比它再高 这个范围进到什么了 流体 对吧 我们这里边直接来到流体状态了 好 这是指的它的界限含水 就是在我们整个含水量数折上 它是一个界限值 好 那么再紧跟着 你不同的土的可塑状态 是容易变形还是不容易变形 那么它都对应着 可以做一个细分 如果说是半固体的 我们把它表示为坚硬土 如果是可塑状态的 又分成硬塑和软塑 很显然这个变形量是更大的 而到了流体状态 又对应流塑 好 这是我们对于它的 这个塑性变形的状态 做一个描述 那紧跟着咱们再来看底下 这个塑性指数指的是啥 就是两个界限含水率 界限含水 它们之间这个区间的含水是多少 也就是我们用高的值减去 低的值就行了 指的是中间这个区间 我就看可塑状态 它是多大的范围 所以你看这个是用液线减去塑性 而到了液线指数这里面 我们是通过计算数值来判定 它属于刚才划分的哪个例别 好 那我们在这 直接把算出来的液线指数 给你继续贴竖轴上去 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箭头表示的竖轴 实际上是含水 通过这个含水 它的指标不同 我们不是定了图体的三个区间状态吗 我给你打三个大线 两条大线 不是定了这三个状态吗 对吧 然后我现在来通过液线指数 细化一下 你算完液线指数 算出来是这样的值 那正好对应这几个状态 所以相当于我现在给你出这个数 跟刚才这个箭头是不重合的 这个竖轴我们单打一条 我单画一条黄线啊 这个竖轴 它指的是你算的液线指数 白色箭头指的是含水 只不过它们两个在打同一个区间 所以我们就放在一起了啊 好 当你算出来的液线指数 它是比0要小的 这个对应是坚硬状态 也就是半固体状态 如果说是大于等于0 小于0.5的 对应是在可塑状态中的硬塑 是不是细化它了 如果是大于等于0.5 小于1的 那么对应的是软塑 如果是大于等于1的 就是流速 也就是流体里面了 好 那两个不一样的判定竖轴 共同划分着图体的区间 而至于这个东西怎么算的 基本上不会靠 它可能直接就会给你结论 就我们假设说 我现在告诉你啊 我这里算出来的液线指数是0.8 然后我问你 此时这个图是下列选项中的哪个状态 它会把这个名字给你放选项里面去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数轴范围给我记清楚就行了 这个公式你看一看就可以啊 好 那你看我0.8在哪个范围 对应数轴上不是在这吗 所以这个叫做软速状态 你重点去记这块的啊 上面这三个素性指数全是概念 你先把概念弄清楚 重点背数背啥呀 背这块的数 就是00.51去做划分的 以液线指数做划分 这块容易出选择题啊 所以背哪块东西一定要理清楚 好我们再往下面看 那第三个是图体的抗减强度 抗减强度我们注意一下 它是反映图体的强度性质 啊 抗减状态是反映图体的强度性质 如果你的土承受不了外界的核载的 它往往会出现裂开这样的变化 也就是我们这个位置 它已经没法去抗减了 出现了这种破坏啊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图体抵抗减切破坏的能力 那这个也是反映图体强度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抗减强度 这个从选择体角度记名字就行了 好 接下来我们进到不良土之路基处理的这个考点 那咱们这个考点也是容易出到一些案例题的内容 那包括我们其实在一些选择题内容中 也可以考你错试的挑选 如果说进到案例的话 它背景中就会直接描述不良土的状态 然后问我们该匹配什么样的方法 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大家着重去学习的 大部分都是记忆性的条目 那我们今年教材在处理不同不良土之前 先说了一个施工准备的内容 大家需要把这个作为小重点去认真看一下 因为它可以直接融到案例里面 问我们碰到这种不良土之后 我要做处理 你还应该做哪些准备 或者它题里面跟你说几条 我们没说全让你来补 所以你需要把这个四个基本处理方法去记一下 当我们看到不良土了 该怎么办提前完成哪些准备工作 第一件事一定要做现场调查 这个在干什么 就是把不良土的范围土质特性收集回来 然后我依据这个信息不是才能出发案吗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根据地址勘察报告 核查特殊土 它的分布范围埋质深度地表地下水的情况 你前面先做现况调查 周围环境土质环境结合地勘资料 确定我要处理的到底有多大 水是什么情况 好 这两个都相当于在抓信息 有了信息之后 我们再来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就是你该怎么去处理它 也就说明我们做不良土制度机处理 是需要去编制专项方案的 那么有专项方案的话 它可以去沿着考你工钱交底等等问题 好 那我们编了方案之后 在什么时候去做呢 好 那我们考到不良土的时候 大部分大概率出的题都是在考软土比较多 那你想这个软土它怕什么呀 它自己就水多 你当然处理的时候就选择水少干燥季节了 所以不同的不良土跟着适宜的季节去处理就行了 我们挑选好季节再开展施工 好 那么这个就是处理不良土的基本准备工作 新增点重点记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分别该如何对它们进行处置 我们在一件中把不良土直接划分了四个类别 那这四个类别里面也就是包含了软土 湿线形黄土 膨胀土 还有动土 动土的话 建议大家结合着后面的季节性施工一起来看 而前面这三个 我们主要就是记它的破坏形式加上处理方法 那这个点里面我们需要把每类土先来了解 它们的特点是什么 会发生什么破坏 有什么方法能够对应 这个方法我在什么情况下去选 这个需要大家做到的 那首先各类土它的特点就是纯概念性质的 如果说软土的话 经常给你见到软土的描述就是淤泥淤泥质土等等 等等泥碳等等这样的形式 就是含水量特别高 所以它最典型的特征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含水量比较高 水多 第二个孔吸比大 孔吸比是什么来着 是气体孔吸的VA这样的体积 比谁比固体颗粒的 所以这个不是绿 它是跟固体颗粒相比 所以有很多学员到这 老师这个是不是矛盾呀 你看它都已经是软土了 我们不是强调水多吗 如果它放再多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水其实没有完全填充呀 这里你注意啊 它只是说孔吸比大 就是我们这个范围 它的空吸跟颗粒之间比 不并不是指空吸占总体的 这两概念是不一样的啊 然后透水性比较差 就是这个水进去容易出来难 那压缩性高 容易发生压缩变性 强度比较低 没有什么沉重的能力 好 这是软土统一特点 那么主要发生的破坏形式 就是沉降过大 引发陆积开裂 这个破坏形式是要重点去记的 那处理方法中 我们教材直接列出了这么一句话 由表层处理 换田 重压 垂直排水 固接等等 那又给你做了一个细分 我在这给你分了两行 基本上第一行这里面 列的大多数都是浅层处理 就这个软土不是特别厚啊 非常薄 第二个这个基本上都是深层处理的方法 深层处理 好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 给出的处理方法中 有一个是通用的就是这个换田 你用它处理任何一类不良土都可以啊 我直接把这个软土拿掉换好的田料 湿线型 膨胀土 动土都一样 你只要有钱足够换 那我们就能换 这是最彻底的处理方法 但是它有局限性 就是你换量不能太大 你要是换量特别多 我又要挖掉运走 又要买新料 送过来进行施工 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这样的方法只能适用于少量浅层 如果是非常深厚的大面积的 你不可能这样去做 所以虽然是通用方法 但是有局限性 而我们到了表层处理这 你只做表层处理 很显然它的土不能特别深厚 我就在上面去做处置 对吧 然后重压这个点的话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是深厚原土 你上多大机器也压不到位 那这块前面几个都是浅层特征 我们把它细化一下 就是底下这个范围 是换土对应换田 抛石挤鱼也是换田的一种 它把软土挤走了 替换成片石 那沙电层置换 同样也是换田 它也是表层处理 非常典型的方法 反压护道也是属于 我们在边部进行一些保护 所以这个是浅层去做的 好 那我们再看垂直排除固结 为代表的深层 深层的话 一般我们在工程特性上 往往是把超过三米的深度 判定为深层软土 这样的软土 你整体换成本就太高了 别的方法也是成本比较高 所以我们直接去选择深层处理 那你看它的特性是啥呀 就是水多 对吧 容易发生变形 所以在深层处理里面 我们的核心 内核就是在应对这个水的问题 你要么把水排掉 要么把水消掉就行了 那我们前面去打沙桩 它实际上是相当于打这种沙桩桩群 打通上下排水通道 然后也可以起到一个紧密的效果 粉喷桩就是把水泥干粉加进去 那这个水泥干粉可以直接和水发生反应 去吸水进行固化 这些都是在打桩群 直接一片打桩放进去 那塑料排水板或者是带桩杀井 这些是属于去做树向排水通道 把这个区域均匀分布树向排水 把水引上来再排走 这样我们就解决了水多的问题了 那土工之物这里面可以起到一个隔水 或者是防渗等等这样的处理效果 它往往是用在一些高田里面 那就是我田柱的比较高 我可以往里面去做加金 或者有一些可以用它做排水过滤等等 那这是我们经常见到处理方法 咱们把这个方法给你举几个图片的例子 分别说一下它们适用的范围就行了 首先我们在左上角看到就是非常典型的置换 那如果原土它不好的话 你只能在薄的层次里面 就是浅层里面去做置换电层 而且这个你需要保证我们置换的材料 是能够达到规范要求的 经过建立验证的 好那么右上角这个就是机械亚石 当我发现底下不良土 它这个东西密实度不达标 你可以通过亚石做处置 但是首先注意一下 光亚实际上解决不了水的问题 所以这个大多数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那一般我们会选择亚石配合着树枪排水 给它外部作用力 底下也有树枪排水通道 把水挤出去 好那么左下角这个也是强行 往往这两个都是要结合着树枪排水的 树枪排水这个我们拿图做一个理解就行了 那你会发现这个就是一非常典型的塑料排水板 我们打的每一个竖线 就是把塑料排水板插到地层里面去了 它是在这个需要处理的区块均匀的打下去 那这个塑料排水板就可以把图体的水引导到上面 上面我们会设置排水的沙电层 通过沙电层导到边部的排水沟去 集中给它排掉 那这个你想我外面加一些核载 是不是它排的更快呀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抽真空 有的时候会做堆载 这样的形式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那左上角这个就是浅层里面 咱们前文提到过的抛石挤鱼 那抛石挤鱼的原理就是 我在这个范围是要处理的淤泥 我从糕点开始用片石开始去挤这些淤泥 把它挤走 是不是替换成了我们需要的比较强度高一些的 块石片石啊 这也是一种替换的方法 那或者是我们选择加固土装 像这种就是做了一个装裙啊 我在这个范围打一个加固土装下去 把水泥干粉搅进去 那旁边这些也是一样的水泥干粉一进地层 可以起到吸水固化的效果 同时打一个装裙又能锁定地层 上部还有承载能力 那左下角这个是我们在做沙桩 沙桩的一种方法就是可以选择这种震冲置换 通过震冲剂向下喷水加震动 破开成孔 成孔之后把沙体倒进去 进行水冲加冲击去做震密 震密再往上整个一个装就生成了 所以相当于把这个沙替换了原来的原土 起到一个集密效果 也打通了排水通道 好那我们像右边这个就是填土加金了 往往是在高田路基里面 防止不均沉降 那我填一层放一层填一层放一层 这个在我们后面基层里面也会用到 好这几个图片只是给大家去做一个示例 那我们刚才说我要有试用范围 像置换土只能放在浅层 深层排水固结 这是可以做深厚原土的 这两个往往是辅助手段啊 直接压效果不是特别好 而到了这个范围只能做浅层啊 因为你这个需要往里面去做片石 它不可能做特别大的范围 那加固土装可以做深层 沙庄庄裙可以做深层 这个一般是看你填住的情况 大多数在我们做高田的时候在做试用 或者是需要用土工合成材料做排水过滤了 你再用它 所以这个范围并没有确定啊 好这几个试用化 试用的情况 大家需要延伸做一个理解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类别 第二个类别就是湿线型黄土 湿线型黄土同样你在学之前需要了解 它是什么样的结构啊 土质比较均匀 结构是疏松的 它的孔西会有发育的情况 那这个整体土颗粒相对偏细啊 我们说黄土性质颗粒是偏细的 也就是在这个土体结构里面 它有好多微小的孔西 孔西在这里面结构才疏松像海绵一样 那这些孔西他们彼此之间受到扰动 就会出现发育 就是我从这个孔西延展到另外一个合成整体了 如果你出现这种比较大面积的发育 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一扰动 它裂系发育了 那我们这块结构就要失稳了 可能坍塌可能出现一些部分的大的开裂 那那你会发现 我对它扰动就很严重 或者是你把这些缝削掉 它也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那怎么样能引发孔西的发育呢 可能跟水发生接触了啊 它一润滑 然后我们两边出现一些裂开 或者是受到扰动了 一震动啊 导致我们缝之间连到一起 那很明显我们在这 要么就是把缝削掉 要么就是把这个不良因素的水给它割离开 好 那我们现在看产生的破坏形式 当你出现裂系发育 它会带来什么破坏 路基变形 凹陷开裂 边坡出现崩塌剥落 或者是结构内部出现这些土洞暗合 就是孔西发育带来的 而到了处理方法这里面 它不是怕水吗 所以防止地表水下肾 你别让外面的水进来 那换土这个方法是最彻底的 强行紧密 在干什么 把这些结构出松里面的孔系给它削掉 砸没了 预浸法 你如果怕水的话 我提前让你跟水接触 是不是它这里面属于是 先把变形消耗掉 后面就稳定了 或者是用化学加固怎么做 往空气里面去压浆 压化学浆液给它添充起来 那或者是我们选择节拍防渗 其实还是一个隔水 像这里面就是跟水挂起来 你要么就把水隔的外面 要么就是我们把缝削掉 或者把缝堵上 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这里面我们教材特别提到一句话 你要从技艺选择 类型的这个角度给它背起来 加金土挡土墙 是迅速推广的防防护失线型黄土的措施 如果你挑选有效的是哪个 你直接盯着它来就行了 这个有什么特点 我们前面看过加金土挡土墙的一个构造图 对吧 它是前面预制墙面板 拉筋条 加上填土共同构成的 相当于我们在编坡部分 是用填土做很大量的挡墙 这个填土是你后面自己去加的好的填料 它能够有效的进行编坡的覆盖 我们这块变形是可以 基本上穿透不了这么深厚的结构的 好我们再往下面来 膨胀土 膨胀土它的工程特性就更明显了 这类土里面它有很多的清水矿物 如果有水在它附近 它会把水分子吸收过来 形成结晶体 那我们吸水之后发生体积膨胀 如果说周围非常干燥 这个水分又散掉了 那么它体积会收缩 所以是非常典型的吸水膨胀 湿水收缩 那特点是有较大的塑性指数 坚硬状态下 工程性质倒是挺好的 一旦发生变形 那我们会带来跟着附属结构的一些改变 破坏形式是使陆基发生变形 位移开裂隆起等等严重破坏 那很显然它是怕水的 对吧 所以我们在处理措施里面 基本上都是在做消水 第一种类型 用灰土装水泥彰 其他无极结合料 这些东西有什么特点 无极结合料 它会跟水发生反应 所以你加进去 又一个固化效果 又一个消水效果 第二个 我们可以换田最彻底的 或者堆载预压 预压盯着是谁呀 它是盯着隆起 因为你吸水之后不是膨胀吗 它会往上走 那我们加载之后 就是预防了向上膨胀的变形 好再往下面 第三个 防水保湿措施 你不是怕水吗 我给你隔开 设排水沟 不透水面层 不透水层 裸漏边坡也给它盖住 就是任何可以进水的这个空间 我们给你隔离就行了 那么第四个 调节路基内的干湿循环 减少泼面净流 所以这个其实内核还是在控制水 后两个控制水 前面消水 第二个 我们去给它进行变形的预估盖住就行了 堆载预压 非常典型的膨胀土处理 是盯着隆起来的 好 那这是我们第三个类别膨胀土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四个 第四个是冻土 冻土咱们要划分分类 一个是多年性 一个是季节性 像咱们正常的国内北方区域 那大多数都是碰到季节性的 就冬天的时候 它会出现冻结的情况 那么开春温度一上来 它就出现冻融了 那如果是常年的冻土 一般都是在青藏高原 这样气候非常恶劣的地方 好 那我们一般情况下碰到是这个类型 你就找它就行了 它有什么特点呀 冻结状态强度好 压缩性是非常低的 也就是特别硬 特别结实 等到你来年春天 它容易发生冻融 动融之后 承载力急剧下降 压缩性又提高了 容易发生变形 地基容易出现融尘 好 这个就是季节性的一些特征了 那我们在这儿注意什么问题呢 就是第一点 考虑到道路防冻的话 主要就是把它的防冻厚度进行提升 防冻厚度进行提升 一方面我们在结构设计里面 会有这样的考量 如果你在结构上不能满足的话 我们就给它补就行了 那比如说增加路绩的总高度 使它满足最小填土高度的要求 选择不发生动胀的路面结构 就是你选一些温度敏感性 非常低的材料 那以及调整结构层厚度 或者选择格温性能好的 格温性能好的书上 给我们直接举了例子 同样跟刚才加进土挡的墙一样 重点计它 多孔矿渣是比较好的格温材料 因为这个东西它属于内部孔隙比较多 温度能在里面去做流通 同时它不怎么含水 不怎么保水 然后第四个就是调节防冻层的厚度 那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电层的设置 电层一般就是改善温度湿度不良的情况 如果强调里面有水要排 我们选排水电层 如果是防冻厚度不够 你通过加电层厚度来保证防冻厚度的要求 是不是防冻电层就上了 所以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调节它的厚度 那包括路面结构层 那路面结构层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电层 对吧 然后不低于标准要求就行 所以这个整体就是从你的道路结构设计里面 去调节它的覆盖厚度 然后保证我们设计厚度的要求 如果说不行的话 再去考虑材料的问题 材料就盯着多孔矿渣去记就行了 那我前面说你要在这跟路基季节性时空挂到一起 什么意思啊 当我们做填柱的时候 你不是要选填料吗 这个填料可能会跟气候有一些关系 因为我们碰到低温施工 你选的填料中可能就会含有冻土块了 什么是冻土块 就是它里面有一定的水 然后冬天气温低被冻住了 这样的土块在冬天的时候强度是非常高的 但是你一来年开春不就融化了吗 所以在高等级的路基填料选择中是绝对不允许选择动土块的 快速路主干路不允许有 而如果是中低等级的 我们要用动土块的话 一定要控制含量 所以这里建议大家可以和季节性动土的问题结合起来 那么季节性施工路基这里面在哪 在教材管理部分 道路工程质量检查和验收 后面压实度这 前面就是它的季节性施工的问题 我们分各个层次都说过了 好 那么这个是季节性动土 你把这个去弄清楚 那紧跟着我们再给你补一下 咱们前面见到了好多种不良土的处理方法 在不良土处理方法这 我们挑了一些规范上给你列出检验项目的 那又给出了它的主控项目 就是做完这个东西 你要做的核心检验内容 那需要你重点把沙电层 还有这个粉喷装 湿线型黄土 以及膨胀洞 这两个这几个你重点去看一下 那你像我们做沙电层 因为它是替换材料也要做压实的 所以材料质量和压实度都要做测定 而到了粉喷装置里面 不是往里面去加了固化材料吗 它形成的是一个装体结构 所以这个主检项目里面 一定会有相应复合地基的承载力 就是你打了装裙之后 它的承载情况是什么样的 原材料还有打的装长 那到了湿线型黄土这 我们一般也是做一些替换或者压实的处理 那需要去控制压实度 而到了这个膨胀洞土这 那大多数我们减的也是压实度完成值 就看你处理完成之后 它的觅食情况达不达标就行了 好 这是我们出现的不良土质补的东西 这是在规范上给的原内容 你把这个表当成了解性质的东西就行了 我们书上没有这个内容 好 那我们紧接着再来到最后一个考点 那么涉及到水对城镇道路级的危害 这个内容我们书上给的并不多 需要大家把基本的分类概念理解清楚 以及我们给你补几个结构上的图片 能看明白就行了 首先第一个是需要了解一下 到底地下水或者是我们地表水 我在道路施工中要控制什么 那咱们书上首先给了两个分类概念 第一个叫做土中水的形态 第二个叫做埋藏条件 我们先看第一个 在土体里面它是含有水的 那么这个水可以分成固态液态气态三种形态 固态就是冻珠的 液态就是它溶在水里面 溶在土里面 在缝里面这些 气态就是以这个气体形式存在的 好 那我们如果是涉及到水的话 你看哪个最多呀 当然是液态考最多的 对吧 正常状态 那么液态再把它细分 它又包含有吸附 薄膜 毛细 还有重力水 那在这些水的分类中 一定要弄清楚哪一个是谁的类别里面的 我们再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毛细 毛细水书上明确给了你概念了 这个是逆重力上升 就是它是往上走的 因为我们所有土颗粒 它不是加到一起 有很多表面面积吗 那表面就会吸附水分子 所以我们会顺着表面往上走 那这个毛细水就是 比如说上面比较干燥 那我就会顺着这个表面往上进行渗透 扩散到土颗粒的大部分的外表上面 这个叫毛细水 它是逆重力上升一定高度 那么在零度以下 还能够进行移动和积聚 注意它的特征就行了 那第一个分类我们解决 第二个分类是看地下水的埋藏条件 那埋藏条件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三种 第一种叫上层制水 就是我们现在把整个地下水的土层 给它剖开的话 那这是我们的地表 地表在地面上 你就能够看到一些水 比如说河流湖泊 或者有一些坑挖它积的水 这叫做地表制水 那么潜水指的是 我们通常所说的稳定地下水位 在这一部分 比如说人家告诉你 水位在这儿 在水位以下 地下水和土体是一个均匀的混合状态 也不能说均匀 就是这个地下水是跟土体是混合的 我如果基坑挖到这个线以下 那么地下水就会渗到这个空间里面 维持地下水的水平 对吧 这个叫做潜水 在这个潜水层里面 它的压力不是特别大 我挖出来基本上都是一个渗水的状态 那第三个叫做承压水 那一般我们承压水 它里面压力就是比较高的 承压水和潜水层之间 会通过一个或者多个不透水层做隔离 不透水层也叫隔水层 相当于我们在这儿出现了没有水的土层 把上下隔开了 承压水里面它的水压非常高 我们经常会发现 比如说我们家乡打一口井 这个井打下去 你发现水是喷上去的 这个基本上都是打到承压水层里面了 而如果是一些老旧的古井的话 这个水是怎么进去的 往里面渗的大多数都是潜水层 那我们在工程上用的比较多的 或者涉及到需要处理比较多的 大多数都是潜水层 你要以这个为核心 那碰到承压水的话 我们到第三章第二节 明蛙激坑施工还会再讲它 好我们继续来看 刚才是把水的分类做一个了解 那么紧跟着我们对于施工中 道路施工中出现的地表水和地下水 都是要做处理的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 书上给你做了几个分类 这块它可能会怎么出题 就我们书上的那种而言 容易出选择题 它给了你几种不同水的情况 题杆里面给你描述一种 让你选择处理方法就行了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方法做一个数理 包括路基排水 还有路基隔水 你要我们把水挡上 要我们把水给它排走 排走的话 一般情况 如果是里面的水 我路基结构里面有水 你要设置管渠地下排水构筑物 这个是跟着道路结构 共同建设的 我施工到这个标高了 咱们就做它 旁边我再包裹建设 其他结构就行了 后面这个地下水 或者地表水 危害边坡稳定 可能是里面的水 我要排掉 它要顺着边坡走 容易造成冲刷 或者外面降雨 直接冲刷边坡 那我这块强调什么 边坡需要保护呀 对吧 所以需要去进行一些水的拦截 加上边坡的控制 好 那这个水的拦截怎么拦截 你看我外面怕降雨流过来冲刷它 那我设解水勾样 或者是我们里面 可能我怕这个水直接往外走 就冲垮了 我在里面设排水勾子 那就出现了肾勾 或者解水勾 好 那么把这个情况再强化一点 如果这个冲刷是特别剧烈的 第三种情况 边坡比较陡 或者可能受到流水冲刷 如果抖的话流速就上去了 直接挨着河流就是流水冲刷 那我们就要把边坡里的盖住 好 这里面就出现了互坡互墙 直接在坡面上给它挡上就行了 三种情况出现哪个 直接挑选 我们再看第二个类型 刚才不是说去给它进行排除吗 现在我们做拦截 隔水 截水 出现地下水位接近或者高于路床标高 那么路床对于它的要求是很高的 我们前面说过干燥中湿潮湿过湿 你要在干燥中湿状态进行路床的状态保持 我要是水多了 标高跟它接近了 肯定是潮湿或者过湿 这个水怎么办 我要把水降下去 对吧 好 那此时设置暗沟渗沟或者其他设施 把水降低 相当于跟这个情况就对应起来了 也就是水多了 我就把水排走就行 它是在内部排走的 水就降低了 如果是地下水位或者地面积水比较高 路基处于过湿或潮湿 是不是跟这个是一样的 只不过没有强调是入床的范围 那我们其实还是来进行水的隔离 或者排除的 设置隔离层或者疏干 疏干就是内部排水 那土工之物塑料板等等都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你看不同的情况 描述去匹配就行了 那我们给大家补几个图 首先我们在上面这两个图里面 都属于是在外面的处理 没进到道路结构里面 比如说在开发路嵌中 外部水可能会流进来 影响它的安全 结水沟挡住 里面我们设边沟把水排掉 对吧 这是路嵌中我们前面看到图了 而右边这个图就是 如果说边坡冲刷非常剧烈 加户面 我们这里面打了M7.5的 浆气片石直接盖住就行了 这可能会有冲刷 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比较陡 这样的情况 对吧 好再看下两个 这两个是属于在内部的排水构造 现在这个范围是我们设计路基顶面 这个范围是我们设计路基顶面 那如果外面有水会向我的路基方向流 可能会引发它的一些变形 我在营水这一侧 设置截水沟或者排水暗沟 把水挡住给它排掉 是不是保护它了 或者是整体地下水位比较高 影响你这里路床的安全了 水量上去了 变成潮湿过湿了 我在道路结构里面顺着路长 路的长度 去设置内部的排水沟去 在这里面它有汇聚水的能力 地下水就被汇聚到这了 然后再给它排出道路范围之外就可以 好那至于是怎么排出去的呢 我们再延展一个小图 这个图其实你不用仔细研究 我们就把方向弄清楚就行了 这个给的是一个横断面 上面是面层 中间是基层 底下底基层 如果说我上面路面 有水渗下来 这个水你不能加在里面 所以会把它倒到边部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在道路结构里的边部汇水 汇聚了一定的水之后 通过水平横向出水管 把它引导到外面去 那我们实物就是这种的 它是插在我边部的这个汇聚水的区间 然后给它每个一定间就往外排就行了 这个是在排哪个层的水啊 排面层的对吧 你看它设在了面层底面了 我要是排基层呢 这个水进到基层知道了怎么办呀 那我就在想要排这个区间底面 这个位置去设就行了 好而咱们刚刚看到这样的顺钩 这跟道理一样啊 我这里面排的是地下水汇集到这个管了 我怎么给它引出去啊 你每个一定间去打水平出水管 给它往外倒就行 对吧 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以他们的内核都是一样的 就是跟着你道路的施工 在里面去埋排水结构 然后汇聚了一定水 给它每个一定间去往外引导 这就是我们去内部设暗钩 或者渗钩的一个道理啊 好那么再往下面 书上又给了你危害控制的措施 这个措施就直接细化到了结构上 如果说是路基和路面的话 路基形式符合要求 基层是控制它的颗粒含量 选择水稳定性好 并且透水的材料 就是这个结构层不要保水 面层的话就是保证能够顺畅排放 那我们主要就是在面层这儿 起一个雨伞雨衣的作用 要做隔离 比如说我们食物里面 上部水汇集到路间边部 然后我们再给它排走 如果从平面图来看 这里面是我们道路中心线 双向排水横坡水导到 边部的边沟里面去了 边沟汇聚的一定量水 每隔一定间距打排水沟 再给它引到路基范围之外 就我们整个在道路的地表排水这儿 是通过坡度来实现的 坡度把水汇聚到边部 再给它通过一系列沟体 排走就行了 主要是外面肉眼可见的排水 其他这些是选材和结构上的问题 好 那第二个方向就是附属购注物 也就是我们在里面怎么去排水 那这块我们书上主要强调的是 过街雨水支管和检查井 前面在讲路倩的时候 不是提到过他们俩吗 对吧 这个有什么特点 过街支管检查井 他们都是管路连接的位置 是容易出现漏水的 所以结合部位你要加强防肾 给它密封起来 都是密封措施 防止漏水就行了 那或者是管道检查井 收水口的周围 我们压到规范的一个要求 防止地表水进来 比如说我们给你放一个力图 你像我们这个是地表 可以见到的雨水井壁 如果降雨的话会流进去 这个就是我们的井壁进口 那这就是一个雨水口 雨水口把水收集了之后 它是要进道路里面的雨水支管的 雨水支管会跟我们里面的道路 雨水管整体连起来 就是你先把水汇集进去 然后再直接引到我们的总管里面 到总管里面 我们再看适合城市管路排 还是和我们城市绿化等等去排 连起来就行了 像这样的地方 是不是结合部位 容易漏水 给它进行核心的处理 像收口的地方 周围你可以看到 是不是都气满了 防止漏水 像道路结构里 它的四周 面部四周 都是要做密封的 就只要是把道路结构上 打孔打洞的地方 都要考虑不渗漏的问题 像这种支管 它自身在构造里面 连接就可能会出问题了 所以一定要小心一些 好 这个考点 我们要求大家记住的 只是书上给你提出的情况对应方法 你能做挑选就行了 而至于出图的话 它的概率不是特别高 我给你配在讲义里的几个图 你能看明白就行了 好 那我们现在把整个第二节 路基施工去做一个整合 我们一共讲了三个小专题 第一个专题是做路基施工技术 涉及到田柱开挖两个 那你其中要把田柱作为核心 路线虽然我也给你标了一个小红旗 但是这个你主要是从沟槽施工角度做理解的 上面这个田柱路基 大家一定要重点去把这个程序捋清楚 我们在第二个考点中 重点给你刷的程序 其中比较关键的在亚实这里远 亚实之前的检查 最初期的原地面处理 一定要作为核心 第二个在路基上检验中 检验项目一定要重点去记它 第三个小专题里面 不良土质路基处理作为核心 甚至这两个选择提考点 好 那我们会发现路基施工技术 最内核的就是田柱路基施工 所以花那么长时间去跟你讲 这个流程一定要理解透了 到后面 它一样的原理去学基层和立青面层就行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路基施工第二节的全部知识 接下来我们再进到基层施工技术 接下来我们再进到基层的建筑 去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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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